欢迎老妹 主持人好 好好好 今天是你要来的 对吧 我俩一起商量的 是她提出分手 是的 你不同意 或者你不接受 对 所以来的 是 在这儿想有一个最终的结局 是这意思吗 对的 女生刚才在小片里也说到的说 为这段感情付出了很多 对吧 几年了 将近五年 将近五年 大学里面就谈的 对不对 对 我俩就是大学同学 我是比她大一级 我俩就是从迎新晚会上认识的 刚开始 我就是觉得这个人挺老实的 然后再加上 两个人也挺聊得来的 然后慢慢发展成为恋人关系的 其实我们在这一起几年的话 就是我们感情其实都挺好的 都挺好 对 中间也没有什么大吵大闹过 对 像平时有些什么小矛盾 她都挺让着我的 那怎么现在就这样了呢 就是因为我俩在一起 时间久了嘛 快五年了 两家父母就想着说是 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就结婚吧 挺好啊 对 然后就是因为 谈到结婚的事情 然后两个家长 闹得有点不太开心 为啥呀 因为对方父母呢 提出要我入住她家 以后有小孩的时候 小孩是跟着那个 女方信 这样的话呢 我是不能接受的 我家里面也是不认识的 对 因为我家里有个姐姐 我姐姐已经出嫁了 对啊 出嫁出嫁呗 然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了 然后我妈的意思就是想着 把一个姑娘留到自己身边吧 然后将来以后也有个养老的呀 对吧 其实我也挺理解我妈的 那你理解她吗 但是她也不能给我提分手呀 那好歹说是有问题了 那两个人商量着解决一下呀 对吧 商量着可以解决 别动不动就给我提分手呀 我这边也是被逼的呀 因为条件我们真的是无法接受 满足不了啊 我也是 除了这个入坠之外 还有其他条件吗 不入坠行吗 她刚开始的时候 是必须要入坠的 因为入坠的话 她说那边的话 房子可以买 车子也可以买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少奋斗几十年 但是我呢 也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男孩子 因为我家的话也有父母 如果我过去的话 我父母没人照顾 就是说就是条件达不到 除了入坠之外还有别的吗 就是入坠是吧 没有 那是刚开始我妈提的要求 现在呢 然后后来我就 我也一直在和我妈商量呀 中间也求过我妈很多次了 那最后我妈也同意了呀 你不入坠也行呀 因为现在国家二台政策也开放了呀 那你们就生两个孩子好了 一个孩子归男方姓 一个孩子给我姓 然后这样我们爸妈也觉得 老两口以后也有个依靠呀 这不就行了吗 可是她还是不同意呀 这为啥不行呢 这个我的话 个人是没什么要求的 是不同意的 但是我父母的话 他们可能是年纪比较大 然后不同意这个 这有啥不行 你做工作 姑娘不是也把工作做通 你也做工作去呀 也有做过工作 上辈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 还有上面爷爷 他们那一辈也是 坚决地不同意这个事情 然后呢 没了 就因为这事儿折着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房子的事嘛 房子又怎么了 对方父母的话 是提出是必须要有房子嘛 有分房 你们现在在哪儿工作 现在在深圳 先租一个嘛 租一个结背 我刚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刚开始说要先租一个嘛 但是对方家庭不愿意 就是不同意 非说我要是去他们那边 他们跟我们出首付 相当于我不用再去买房子 他们跟我们买了 大概一次就这样 但是我去了他们那边的话 也相当于和入队没什么区别 我还是要过去 因为我这边的父母 还是这边 我不可能把我母亲 还是什么都接过去 那你在深圳住 就能把父母接过去吗 也不是 简单时间是这样的 所以咱们不要动不动 就拿父母当借口 你们年轻人就说 年轻人有点事儿 对不对 拿父母当借口干嘛 简单时间 他妈有打电话给我过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以我现在的条件嘛 完全说他拖累他嘛 行 就拖累他们条件的话 就可以把这个婚结了 不行的话呢 然后就算我们两个早点分开嘛 现在是给的啥条件能结婚 刚开始是入罪 后面的话呢 就是说强制性的说要有房子 就在深圳有个房子 对 我妈可没给你提这要求啊 那你妈提的啥要求啊 我妈因此说是 你们结婚可以啊 先在我们老家那边 先买一张房子 我妈把手扶扶了 然后车子也给我们买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结婚之前不是车子 房子也有了吗 那没必要说是 刚结婚就欠了这么一大笔钱 不是工作呢 工作我俩现在都在深圳呢 你妈的意思就是 实际上面就是 你们结婚之后 就不在深圳工作了是吧 没有 我妈没有这个意思 只是说是 我们老家的房子便宜一点 先从老家买上一套房子 先把婚结了而已 但是工作还要回深圳工作 对 在深圳租房子住 对 但这个没毛病吗 这有什么不行的呢 但这样的话 是增加我们的负担啊 我们现在的话 它只是付首付 然后我们的话 还要承担每个月的那个月工 你承担就承担呗 你在深圳租着房子 住不就完了吗 但是我想的就是说 突然一下子 去他们买房子 我们不过去住 相当于是多余的 买在那里 不是租出去吗 咋不变通呢 你们要不要结婚啊 男生你想跟他结婚吗 我再问 想 就是你把他们家提出的 所有条件的 所有路径 全部堵死了 对吧 只有按照你的来 你才结 对不对 也不是 那你给一个解决方式 房子的事情的话 其实也很好解决的 就是说 给我一点时间 然后我还是可以 在深圳那边 买个房子 还是可以的 就是再等几年 再娶它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 就是说 风可以先结 但是说 先结婚后买房 房子不一定说那么急 那你觉得我妈能同意吗 我们是这样的 我是比她高一届 然后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爸就在我们老家 给我找到工作 山西 对 然后呢 然后因为那会儿 他还没毕业 我也没多想 我当时就想着 我先回我家里头 工作上一年 然后等他毕业了 他也跟着我过来 然后哪知道他毕业了 他就想去深圳了 他一直想在大城市发展 那我也没说什么呀 那想在深圳发展好 我就去支持他 然后就给我爸讲了 因为我爸是那种 就是我从小不敢 忤逆他的意思 就是从小我爸 就是那种说一 我不敢做二的事 但是我就因为 为了跟着他去深圳 然后我和我爸 吵了很多次架 就那我爸还是不同意 然后最后 我还是偷偷辞了职 跑到深圳去了 最后我爸气得 我爸都已经说出 我要打断你的腿 你别再回这个家的话了 那我不还是为了 他未来的深圳吗 对什么当时不去山西呢 刚毕业的时候 是一个玩得很好的朋友 说来深圳创业的 就两个一起就过来了 在深圳这边创业 现在要分手了 现在他来 你提的分手 对 为什么分手呢 他现在他家里面的条件 我真的是满足不了 所以说现在 我真的是被逼的 也是没办法 那可以先不结婚吗 条件成熟再结婚吗 先处着吗 干嘛分手呢 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也都不小了 他妈也说过好多次 和我再老打 跟他妈有什么关系啊 他妈也是考虑到 然后他年纪不小了 要结婚啊 他还是建议我妈 在我家里头 给我介绍了一个 那可是那是我妈的意思 那又不是我的意思呀 再加上我现在 不仁寒在深圳吗 我也没回老家去呀 哎呀 不是你喜欢这男孩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当时就觉得这个人 挺老实的 现在喜欢他什么 别当时 毕竟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了 对 就是个久嘛 还有啥 反正觉得现在分手 也真的挺舍不得的 不是 人家现在要分哪 你舍不得有啥用啊 我是特别听不下去 这种事儿呀 哎 相当于 这个男生没有为这段感情 或者为结婚这件事 做出任何的努力 我也有努力啊 你努力什么了 我跟你说 如果我是这个女生的父亲 我这个绝对是不能嫁的 因为其实是个态度 我先说了 您入赘吧 你说不行 我这条件算过分 对吧 第二个我说了 不入赘也行 未来生俩娃 一个跟你家姓 一个跟我家姓 你也说不行 人家接着又让步了 你们在深圳买不了房 你们在我们老家买个房 买个车 结完婚你们走人 回深圳该干嘛干嘛去 给我们老两口留点面子 其实说白了也是 怕你臭小子变心 给女儿留点东西嘛 不就中国父母的这点苦心嘛 你又说加重你的负担了 是你说的吧 是 然后人家爸妈又退步 人家说这样吧 不行你实在不行 你在深圳买一个小房子吧 没说大房子吧 没有 没有要求 只是说你随便来个房子 不就想给女儿点依靠吗 咱们先不说这想法对不对 你说不行 没有说不行 只是暂时不行 暂时因为我们两个 对啊 暂时不行就暂时不行嘛 人家在等你一年再结婚嘛 你说要分手 我们先不说父母的要求对 还是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事情 简单地梳理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女方在整个的事件过程当中是 一让再让 一退再退 而男生其实没有做任何工作 男生就是一句话 对不起 我是爱你的 但是我不可以为你做出任何的牺牲和改变 是这意思吗 也不是 其实我有为家里面那个劝说过 就是说小孩的事情 我也有和家里面去说过 而且不是一次 行吧 怎么办呢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丘比特奔卷 在我看来是这样 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跟你的家族 跟男孩的家族有关系 但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要什么事情爱我 爸爸妈妈 他爸爸妈妈 这全部都是借口 都是自己没有准备好 没有足够的实力 没有坚定的信念的借口 不够爱吗 你们只是一时糊涂 女孩犯了一个 所有人都会有一个 吃饭的错误 我放不下 你放不下的原因是什么 你已经习惯了这份习惯 这个习惯可并不是爱情啊 妹子 你是放不下那个习惯 生活当中有一个男孩 跟你出双入队 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一起看电影 习惯 你明白吗 习惯未必就是爱情 男孩也是 好好想一想 如果你真的能承担起这份爱情 那你就全力以赴地去往前跑 一边承受一边成长嘛 对不对 如果你承受不起 千万别抱着侥幸地 占便宜的心理 好 反正有一个姑娘跟我在一起 那我就再一天就试一天咯 千万不要这么想 好不好 好 女孩也是 但是如果这个男孩没有了 在你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上消失了 你靠什么在深圳生活呢 我有自己的工作 你喜欢那份工作吗 挺喜欢的 挺喜欢的 对 那个工作能给你带来很不错的收入 和未来的事业规划吗 对 因为我目前应该是比他挣得多 目前比他挣得多 所以其实你现在放不下 就是你们之间的情感的这份习惯 对不对 对 那你就不要很丧气地脸 把腰杆挺直 你看这个男人 你不要看他对你做了什么 对你们未来做了什么 这个才最重要 请你吃顿饭呢 给你买件衣服 这都不重要 如果他真心有诚意 跟你走进婚姻的话 平时他的衣服都是我在买 你要看他对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做了什么 这个的结果才能评估 你是否可以跟他走进婚姻 明白吗 妹子 我们都说爱情被现实打败 但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感情 根本不是被现实打败的 打败的他们的原因 就是因为不够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事到如今我还是没想明白你父母到底反对什么 有一两点 就是说第一呢是不允许我上门 还有就是小孩的问题 这两点问题刚才其实已经都解决了 刚才雨冬说你爱这个男生是习惯 我还真不认为是习惯 我还真的认为你很爱 在最初 他去了深圳之后 你很多次想要让他从深圳去你老家 但是你没舍得说出口 他连说出口都没说 可见你心里是有多么爱 我只是不想让他为难而已 对呀 你就是不想让他为难呢 所以我说你很爱他嘛 但问题就在于这个很爱他嘛 谁爱得越深越受伤 我一直反对一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而远走他乡 从数据的表现上来看 成功的很少 当你不顾和自己父母闹翻了的 这种威胁 去到深圳的时候 一开始他或许会感激你 对你很好 但是如今我看不到这种感动 相反我认为他脑子里面在想 一个和自己的父母都能闹翻的人 他能跟我长相厮守 他根本不清楚你当初要去深圳的时候 和你那个顽固的父亲之间的战争 他根本不能够理解当初你下决心要去深圳的时候 你内心的为难 你内心的那种勇气 他不能理解 他不能理解 他就不会有多重视 多珍惜 所以你从那儿去深圳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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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出来挡一下键牌了 是吧 好了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小平 其实在你家提出这么条件的时候 我也有考虑 我自己也有心动过 就是说不管家里面如何反对 所以我都可以去你家 但是后面我想到我现在是担心 我不能想我妈妈一个人不管 所以有很多东西的话呢 我还在尽量地去给家里面去解说 去让他们能够体谅我们 你看我们将近五年的感情 我也不想这么就放弃了 只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谢谢狼狈 请回吧